大家好,我是郭神安 又到了一起拍照的时间了 我现在在上海的徐汇滨江附近 今天的阳光特别好 应该算是冬天里难得一见的好天气了 这次我戴的是索尼的A725 搭配了2470 GM2代镜头 一会儿我们就沿着滨江公园 一边看看风景,一边拍拍照 除了拍照技巧之外 我还会和大家分享一些 我用A725接拍时常用的相机设置 我们现在就出发吧 现在已经有好多人都开始锻炼了 今天这个光线还是比较柔和的 这个角度正对着太阳 这种逆光还是比较适合拍剪影的 哇,这张照片这个感觉我还挺喜欢的 这张也可以 这个跑步的姿势挺舒展 这个塔吊的颜色还挺鲜艳的 它的这一面正好被阳光照亮了 我们看看能不能找个前景拍一下 我感觉这个柱子可以拍一下 我们可以等人走到这个中间 这个地方像一个什么老建筑 这里边的光影看上去还挺丰富的 这个走廊很有纵深感 你们看 如果有人正好走到这个尽头 就比较完美了 刚刚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 你们看地上这个对焦光 它竟然能识别人的影子 我现在智能识别的目标选的是人 然后它就一直跟着我影子里的头 我们再试一次 再往前走一格看能不能对上 你看它又对上了 这个主体识别对焦还是挺智能的 我们找个角度往里面拍看看 上面有人在擦玻璃 这片光影的形状还挺明显 正好可以让我们把视觉重点 放在右边这个黄金风格的位置上 我们可以在这里等一下 我们在这里坐一下 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我接拍时常用的快捷键 我把这个轮盘的下按键设置成了S35 这样按一下就可以变成APS-C模式 因为下按键是没有机内预设的 所以不会和其他功能有冲突 这样遇到焦距不够长的时候 就可以随时切换 还是挺方便的 这里是可以攀岩的地方 我们可以透过这里拍一下后面这个立方体 这里有三面镜子 我们可以找找角度利用一下 这个画面还挺有意思的 我们可以在这里面上车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画面上一个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形状 我们可以放在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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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我们可以放在这儿 就有些设计 嘛 我们可以放在这儿 我可以放在这儿 所以我可以放在那儿 我觉得我可以在这儿和狗玩一下午 A725对焦系统这个识别目标功能还是挺智能的 我刚刚把目标调成动物 它确实可以区分出人和动物 不过我们接拍的时候 我还是会把它放在人这边 毕竟我们还是拍人比较多一点 这下面是个停车场 这个角度还可以 这里我们可以直接拍一个中心点构图 这两个雕塑还挺有意思的 我们可以切一下S35 这一片的美术馆啊展览啊还是挺多的 而且很多建筑都挺有特点的 我觉得还是挺适合来走一走拍拍照的 现在正好有片光照在这个玻璃上 这个反光有没有点双重曝光的感觉 这上面是工地 下面是画廊 还挺奇妙的 我们可以切换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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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存输卡大小 选择合适的格式 另外A725的机内缩涂功能 还可以把6100万像素超彩到2600万像素 同样可以帮助我们节省空间 这会儿这个阳光真的好美啊 我们可以拿这个树叶当个前景 这个翻转平就很方便 我们去路边看一下 这次用的A725和2470这套组合 它的自动追焦功能确实很实用 特别是在随机抓拍的时候真的很方便 还有就是这只镜头 它覆盖了35和50这两个接拍非常实用的焦段 而且体积对于接拍来说也比较友好 索尼的镜头巡其实挺丰富的 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 选择合适的焦段 那我们今天就拍到这里吧 祝大家新年快乐 拍照有好运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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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